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换不过你胸膛 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 说什么都不肯放 你是我的好时光 周杰 李宗盛 李宗盛 这十年来的快活日子 本来就是您给的 阿贵现在把命交到您的手上 阿贵无怨无悔 以后不能替您分担了 我现在即刻回屋 找一个合适的时辰 干干净净地自行了断 绝不连累你 您要是不信 可立即娶我姓名 别的话我不都说 你的家人我会照顾好 多谢大人 你再替我做最后一件事 大人吩咐 大人吩咐出来 大人吩咐出来 阿楚 召集任身可能会有行动 是 皇家 董事 是 夫人 别记恨我 别碰我 走 走 进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来玩 那也不客气 走 走 快走 您看是押回衙门还是 我们金府的内贼 还是押回金府 是 带走 来 我带您回家见麒麟 回家 我一个山野妇人 见识短 我不能到你的府上去 万一 我是说不定 万一我言自粗鲁得罪了夫人 不不 少爷还是在外面给我找一个客栈 让我安顿下来 我在那儿等着麒麟来见我吧 以后您呢 别那么见外了 叫我元宝就行了 我 好了好了 麒麟是您的女儿 我的娘子 您就是我的岳母 理所当然的 要像麒麟一样叫我元宝了 您就和麒麟一起住我家 您是我的岳母 我不可能把您一个人 就这样丢在外面吧 不管别人怎么说 就算是我的母亲 她也会说我理出不周的 对吧 不不不 不行不行 我这个面容 见不得人呢呀 怎么会呢 麒麟那么远嫁过来 难道您不愿意看看麒麟在我们心腹 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呢 您不怕我欺负她呀 好了 麒麟在家等着我们呢 回去吧 走 来 快点 快点 少爷 少爷少爷 你回来了 来 来 来 这就是我们家了 吉林看到您啊 一定会很开心的 走吧 来 阿福 通知少夫人她娘回来了 好好好 少夫人 您慢一点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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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娘找回来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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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死你了 娘 总算是把你给找回来了 吓死我了 是娘 是娘不好 是娘不好 都是因为我闯了这么大的祸 才连累到你 是娘让女儿担心了 现在好了 我回来了 你可以放心了 傻孩子 娘这是因祸得福 能够在这儿看到你和元宝啊 娘 就算死了也值 君元宝 你知不知道 知道什么 说 我在听 它就是我的鸟 还好的 就回来 事儿 更新的 相对 未经아니 我roat口 听了 你的肯定是 我的个儿 他 这种人 他不能在这儿 我都不着想 要找见 不着想 他不着急 你个傻丫头 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了 你读书多还是我读书多呀 在这推济击人的 您说是吧 娘 对吧 娘 是 是的 袁宝说得对 袁宝说得对 对 好了 不打扰你们聊天了 我先走了 待会儿过来 不过退 走 铃儿 你在这里过得开心吗 你跟娘说实话 你在这里开不开心哪 娘 我在这里很好 君元宝她对我很好 也护着我 我跟她在一起 真的很开心 那 金夫人哪 夫人喜欢你吗 娘 我是嫁给金元宝 又不是嫁给金夫人 她喜不喜欢我 又有什么关系啊 这孩子竟胡说八道的 她现在是你的婆婆 梦 你 vulner 你 她 看我 你 有个人 所有人 来 哪 还是 和大家 别人愣生生地把元宝 从你身边抢走了 夫人虽然是有牵斑的不是 她对元宝还是毫无保留的 她对元宝的养育之恩 我们不能一笔抹杀掉啊 那你生她的恩情呢 难道就要全部抹杀吗 娘 你为什么就不能跟她相认呢 元宝跟你那么好 她那么喜欢你 今天她也认了我这个娘 我还亲口听她叫了这声娘 娘这个心里啊 真的是很满足 行了 这下好了 现在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这一家人在一起啊 就是很开心 我们何必把过去的事情都翻出来 搞得鸡飞狗跳呢 不要了 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 真的娘心里头很知足 娘 元宝 怎么样 都聊完了吧 奢侈一下 去见我娘吧 不不 不必了 我能够见到你跟麒麟已经很知足了 金夫人 她是贵人识多 何必我要浪费她的时间呢 不去了 真的不去了 那怎么行 您是我的月娘 也是我娘的亲家 如果我没有安排妥当的话 我娘会罚我跪她 还是不见了吧 娘 我陪你一块儿去 你是该见见金夫人了 太阳应该见见你 不不 我真的 真的 那 我 我不去打扰她了 娘 真的不打扰了 跑 找到了 能不好把少夫人的娘 去进府里了 夫人 少爷说要带着少夫人的娘来拜见您 知道了 您先下去吧 是 夫人 你莫慌 千万不要慌 咱们兵来将党 水来土也 水来土也 小翠 小翠 你听到没有 王惠兰 他一回来就进了我们的府上 而且是元寶把他借回来的 是啊 没想到他就这么回来了 而且还是兵家 当年把元宝抱进了我的屋子 我是越看越爱 抱着他不肯放手 生怕这是一场梦 你连好几个月我都会 做梦梦到王慧兰闯了进来 把元宝给抢走 多少日子 只要门房一禀告说有妇人来 我就胆战心惊 夫人 满满时间久了 那王慧兰始终不曾出现 我就放心了 以为元宝终于是我的儿子了 可是没想到二十年后元宝成个亲 去的 竟然是王慧兰的养女 皇上你不要气馁 这都是天意 天意 夫人 元宝对你一片孝心 每个人都看见的 小崔 要是元宝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母亲 要是王慧兰已经跟他说了 他才是他的亲生母亲 而我只不过是一个 夺了别人儿子的女人 你说元宝会不会恨我 你说他们会不会现在已经在大堂里等我 等着问我 骂我 不 不 不能吧 元宝这孩子是个名世里的孩子 再说这二十年的杨益珍 不是一句话就能否了他 好 走吧 肾头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就像你说的 兵来将党 一刀 姑妈 少爷 少夫人 还有少夫人的养母 马上就到了 她还真来了 顾大娘难道你认识 少夫人的养母 这老话说得好 这辈子的姻缘 都是上辈子的缘分了 这里 娘 岳母来了 金夫人 山野村妇玉氏拜见夫人 庆家免礼了 都是 都是自己人嘛 请坐 来 岳母 您坐 多谢夫人赐座 娘 你不用害怕 元宝他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也是你的家 是啊 这少爷一向礼数周全 怕是娘亲 她早已教惯了吧 虽说一个姑爷半个儿 元宝教我一生娘 那是因为元宝教育得好 可我自己知道 玉氏身份低下 不敢高攀 想必 麒麟和元宝的婚事 也给夫人带来了不少麻烦 玉氏在这里请夫人恕罪 娘 什么高攀不高攀的呀 是 元宝 你也是她的娘 是啊 缘分向来都是天注定的 缘分不分贵戒 少爷跟少夫人的缘分 似乎就是冥冥中注定的 妥都妥不过 是吧 岳母啊 您就别再说 什么高攀不高攀的了 不然回头呢 我会被娘收拾的 我跟麒麟呢 是天生注定的金玉良缘 希望正如元宝所说 是金玉良缘 而不是什么孽缘才好 庆家母刚到府山 很多事情还不是很清楚 有什么想说的 有什么要办的 都不急于一时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 这两个孩子的婚事 也没有什么事 就和庆家母商量 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请见谅 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庆家 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要求 你再好好想想 然后跟我直说就好了 只要是为了元宝 我一定会努力 满足你的要求 只要是 只要是为了元宝好 金夫人 我这次进京 并不是我的本意 实在是情况特殊啊 小女麒麟 竟闯下了代嫁这样的大祸 夫人您不但不怪罪 还接纳了她 我御事的心里实在是感激 还请夫人恕罪啊 你这样明白事理就好 就像我说的 我们两个起码有一点是相通的 都是为了元宝好 好了好了 你们两位啊 就别再客头了 现在好了 一家人团聚了 不过刚才啊 岳母真的好险 差一点就被 算了 不开心的事情 咱们不提了 是啊 真的 刚才啊 是非常危险 幸亏少爷大救 娘 元宝他救你 是一千亿万个应该的 你不用谢他 怎么能不谢呢 救命之恩 理当重些 夫人 看到你把元宝教育得这么好 真的是很感激 对了 娘 我看岳母也累了 要不这样吧 我跟麒麟 现在再回房间休息 等休息好了之后 再为她接风洗尘 您觉得怎么样 好啊 好啊 何必如此着急呢 这少夫人的养母也是远道而来 何不与夫人多聊一聊 柳少爷 感谢你的盛情 来日方长 今日我先告退了 夫人 好好休息 叶母 这边请 诶 还好鱼室拾去 没有开口 是啊 今天真的是要心情 谢天谢地 谢谢他高抬贵手 否则的话 朕不知道会有怎样的一场 轩然大波 可是他人住在金府 今天不开口 那明天呢 后天呢 你害怕 我比你更害怕 你紧张我比你更紧张 一想到他离元宝那么近 我就吓得浑身发抖 我真怕他不知什么时候就改变主意 忽然开了口 其实人活着就是一个祸害 只要他活着总有一天 都会有开口的可能 倒不如 二十年前我没有忍心 现在怎么可能 毕竟他是元宝的生母 可夫人 您就这么敢等着 我看他今天画的意思 不显山不露水的 没有想撕破脸皮跟我抢儿子 可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还真得是我们两个人 当面说开了才知道 这个时候 我不能软弱更不能坐以待毙 夫人 您是打算单独跟他见一见 要见 二十年来 我天天怕的就是王贵兰出现在我的面前 既然他来了 我怕又有何用 为了元宝 我只能豁出去了 夫人 夫人这二十年来 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少爷 去 把他请过来吧 是 我这就去 刘国家 我现在就把他押进牢房 看紧点 别出什么差错 是 走 好 王贵兰 王贵兰二十年前就死了 这个世上现在没有王贵兰 在下是山野亲父 御氏 二十年了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 不必打雅眉了 别再浪费时间了 说吧 你有什么目的 什么要求 我没有目的 更没有任何要求 你刚才不戳穿我 是因为你觉得胜券在物 不急于一时 难道 你是想一点一点地折磨 还是你觉得 拖的时间越长 越可以掉我的胃口 有利于你开更好的条件 夫人 我的儿子 是我一生当中最珍贵的 他比我的命还要重要 我怎么舍得拿他作为条件呢 我知道 你们金府 都要肉费 你不喜欢 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明白 这些人 对 我 有 我 也有 有 有 我 我 你 有 我 你 现在你要来告诉我 你不想任元宝 你教我怎么相信你 麒麟帮我来找元宝 那是他自己的主张 我如果事先知道的话 绝不允许他来冒这个险 您知道吗 夫人 麒麟跟元宝一样 都是我的孩子 是我的心头肉啊 二十年来 你肯定没有一日 不再想念你的儿子吧 现在 儿子就在跟前 你不认你 舍得吗 舍不得又怎么样 二十年的狮子之痛啊 我已经都承受 他已经深入我的骨髓 融入了我的骨血 他已经成为我身体当中的一部分 我承受了 已经感觉不到痛苦 从我见到他的那一刻起 我看见 看见他那么好 我一下子就释怀了 我真的感激你 把我的元宝 养得这么好 我的心里可真是欣慰 况且 他跟麒麟这两个孩子 是真心相爱的 两个人在生活上 互相有了依靠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认为他 不要 人家 仍然是不不不 百姓 不得 也不是 提醒她 不久 莫携 不不得 现在 你好像有不意 恨过 怨过 但是二十年了 夫人 这种恨和怨都化作了我对儿子的思念 等我第一次看到袁宝的时候 所有的怨恨都没了 我从心里面感激你 就算她在我身边也不过如此 夫人 我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不知你能否答应 什么 夫人能容我在府上住几天吗 我既然见到了袁宝 就想好好看看她 把她印在我的心里 印到我的脑子里 然后 我就告辞 回峨眉山去 我发誓 永远不再进京城 王惠岚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再说这金府人多嘴杂 实在是不适合久留 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少爷现在过得很幸福 我看您就 好的 我答应你 夫人 不过 你要记住你说的话 说话算数 是否写好 你不想记住 我今天要听她的 你不想记住 你不记住 你不记住 我记住 真的很好 少爷 谢谢 那就好 娘 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怎么肩膀那么硬啊 儿子 真孝顺 娘没事 月母 您呢 在这安心地住下吧 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那些恶仆呢 我都把他们关起来了 一定会替您讨回公道的 她以为她一天跑三趟 给您送这送那的 就能够弥补你二十年受的苦啊 这也是金夫人的一片心意啊 要不是看待她对元宝好 我也不希望元宝伤心 我真想把东西给她送回去 你这孩子 给玉夫人请安 给少夫人请安 夫人刚才用田羹的时候 想起这种田羹 对少年纪的人身体有好处 咱夫妮给玉夫人送一碗过来 放那儿吧 我说你把它放那儿 你下去吧 夫人说这种汤趁热喝 效果会更好 好 我趁热喝 好 我趁热喝 是 夫人 替我谢谢 夫人 我吃过了 谢谢 玉氏和玉琦璃那边 你多留心看着点 如果有什么疑惑的话 你记得来禀报 是 夫人 夫人 当机的绸缎 刚才已经送到府里来了 您要不要过目 算了 要不你去挑几块 给玉氏送过去 让他裁衣服 顺便帮我看看 他那边有什么情况 好 他这一天在府上 我就一天不得安宁 好的 我这就去办 你真心里 你不要紧张 你这就这样 你愿意 你准备不远 那就是你 房子 你都不愿意 你也就要 再留了 也不乎 好好的 我就没有遗憾了 娘 你心地善良 总是为别人着想 我听你的 听娘的就好 你怎么了 娘 难道你不舒服啊 突然间 突然间我这心地闷得我 娘 娘 真的好痛啊 来人哪 快来人哪 少夫人 快去把布朗中站来 快 御夫人怎么会这样 刚才我跟我娘一直说话呢 一切都挺正常的 但是她忽然之间 就呼吸困难心口疼 你快点把我看看 她到底怎么了 脉象细慢不齐 从症状上看 应该是吃坏了东西 吃坏了东西 怎么了 娘她怎么了 长凤的刚才说 我娘是吃坏东西了 吃坏东西 娇妍 你怎么伺候娘的 御夫人吃的东西 少爷跟少夫人也吃了 少爷和少夫人都没事了 还敢顶嘴 张本蛇了是吧 出去撕过去 夫人 你也吃 长风 我岳母看起来那么难受 你快想想法子 好 这个是催吐剂 用水化开 给御夫人服用 一刻钟以后 她就会把吃的东西吐出来 我要看她吐出来的东西 才能决定该怎么治 你别跟我说你快治啊 你快弄啊 你们两个人 这是犯了什么错呀 怎么在这罚贵 御夫人病了 说是吃坏了东西 少爷说我们没伺候好 可是 御夫人吃的东西 少爷和少夫人也吃了呀 都没事 那少爷在哪儿 少爷一直很担心御夫人 一直在里边陪着呢 怎么样 想吐吗 想吐吐出来 娘 怎么样 这是怎么回事 没事 没事 冷静着 好奇怪啊 什么奇怪 从呕托物的颜色和气味来断定 御夫人不像是吃坏了东西 倒像是中毒 中毒 中毒 中了什么毒啊 长逢 你是不是搞错了 在姬府里面 有谁敢对我岳母下毒啊 不会搞错的 看样子 像是中了 夹珠桃水间的东西 那 中了夹珠桃的毒 会怎么样啊 呕吐 昏迷 严重的话 会神志不清 甚至死亡 死亡 三长 好痛啊 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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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气成這樣 我娘刚才喝了甜汤 她中了毒 甜汤是荆夫人派丫鬟送过来的 我得去问问她 她到底下了什么药 先等等 别那么冲动 你现在站在气头上 这样贸然去的话 冤枉了他 你怎么收场 是不是冤枉得问问才知道 可他现在正在心烦 你说这个阿贵吧 阿贵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啊 御氏就是少爷 从阿贵手里救出来的 如果不是少爷 及时赶到的话 恐怕他早就痛下狠手 你娘还真是命大 阿贵要对我娘下杀手 这怎么可能 她不是金夫人的侍卫长吗 是啊 她服侍了夫人好多年 不过我向你保证 这件事跟夫人 一定没有任何关系 是阿贵自己搞的鬼 我去找元宝 你先别去 既然这件事跟阿贵有关 我让元宝提上阿贵 那事情很快就会真相大败 娘 娘睡着了 你刚才那么着急跑哪儿去了 娘刚才 又吐了好几回 把胃里的东西都给吐出来了 好在长风说 娘吃的东西不多 中毒不深 她开了几副药 给娘吃了就行了 你别担心 我怎么能不担心 她今天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在金府中的毒 还有我刚才听说 上次要害我娘的是阿贵 她是娘的侍卫长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不去审她呀 我想先把她关在地牢里 好好折磨她几天 这样的话 她比较容易开口 我要你审 我跟你一块审 我一个都等不了 如果查不出来她的主谋的话 我娘进来还会有危险 我本来打算今天要审的 可没想到娘生病了 她不是生病 她是被人下了毒 我告诉你元宝 如果你真的查朱墨后主谋 你一定不能寻死 一定要并功处理 还我娘一个公道 是是是 那必须的 她也是你娘 我知道 什么世界 阿贵 阿贵 你待在京府那么久 我还不知道 你有那么大的野心 还真有本事 说 为什么对我岳母下毒手 我不说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不想说是吧 那行啊 我就把你关在这里 十年八年的 等本少爷现训好了 再来审你 别 少爷 我不想再让你 你不想待在这儿一辈子就说出来啊 说 你是受何人指使 谋杀我岳母的目的 又是什么 少爷 我不是不想说 说我也是死 不说也是死 我求求你 你就给我来个痛快吧 想来个痛快啊 没那么容易 我呢 就把你全天关在这里 为那些老鼠啊 苍蝇啊还有臭虫的人 我就慢慢地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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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就快说 别浪费本少爷时间 少爷 我不是没说清楚 我是不敢说呀 我忍不起他 就算你知道了 你拿他也没办法 废话 你以为我们大家是下大的 快说 我还是别说了 说了 对大家都不好 阿贵 我们金服带你不保 我想能买通你这个金服 侍卫长的 来头一定不小 如果你说出来 真是个大人物的话 我可以对你从轻发落 因为你不能抗命 如果你不说的话 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而已 你快说 到底是谁要害我娘 这是我的事 你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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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哭 是什么 遮住了你的搜寻 不再珍惜我的付出 如果爱是良心相约的守护 为何还会有这么多 酸出是什么 挡住了我的脚步 不再心疼你的无助 就算是天定的两月 也会有幸福 对和错都不必太在乎 为爱退绕并不是输 抓紧你的手 走过我的朝朝暮 如果爱是两心相约的守护 为何还会有这么多 酸出是什么 挡住了我的脚步 不再心疼你的无助 就算是天定的两月 也会有幸福 对和错都不必太在乎 为爱退绕 并不是书 抓紧你的手 走过我的朝朝暮迷路 去不再心疼你 去不再心疼你的 不能对他